NCC在昨天通过了华视可以上52频道 那预计大概有124.5万户可以收看 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 华视财务状况不佳 人力不足 甚至节目品质等等 对此华视发表声明 增补人类就如同一般企业的投资规划 争取进驻新闻黄金平谱 游信心可以在三年之内带来一些商业效益 挨注新闻内容产制目标 华视可以上到这15家 有线电视五十二频道空评将近四个月 NCC通过了第一个替补申请案 将由华视新闻资讯台进驻 但国民党立委有意见 立委聚焦在华视财务状况不佳 人力短少以及节目品质等方面 不过光是二零二零年 华视新闻以及新闻节目就荣获十项新闻大奖的肯定 包括曾须白新闻奖的公共服务报导奖 入围的新闻奖项也高达近二十项 华视晚间新闻更入围卓越新闻奖的 每日新闻节目奖 获得多项肯定 华视也发表声明强调新闻内容正确客观 政治指导行政院介入等 都是不实之言 另外外界质疑华视上架五十二是否全民买单 华视声明指出政府从未编列 如公事捐助款的预算 如所有民营公司一样 一分一毫均由公司营运赚取而来 华视新闻 张志勤 薛松前 特别报道